本期《今日美國》,我是馬英林,請看詳細報導 星期一,俄羅斯法院在一場閉門審判中判處 72歲的美國公民哈帕德近7年監禁, 罪名是涉嫌在烏克蘭做僱傭兵。 檢察官稱,哈帕德在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後 就與烏克蘭官方簽了合同,但在2月後被捕。 他被判處6年10月監禁,將在普通監獄服刑。 起初檢察官要求判處7年徒刑,並是最高安全監獄服刑, 但考慮到他年時已告法庭最終選擇相對輕判。 據悉,哈帕德來自密歇根州首位 因為在俄烏衝突中擔任僱傭兵,而被俄羅斯定罪的美國人。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 針對他的相關指控原可能會被他帶來長達15年的刑期, 但他的認罪狀態和年齡讓檢方在考慮量刑時, 最終做出了異界決定。 亦在星期一,俄羅斯瓦羅斯另外一個法院判處美國人 吉爾曼七年零一個月逃刑,罪名是涉嫌襲擊執法人員。 他在2022年在列車上因為追走鬧事並襲擊警察而被捕。 近年來,俄羅斯逮捕美國公民的案例有所增加,外界擔憂。 俄方可能有意將美國公民作為逮捕目標,以便在未來進行囚犯交換。 上個月,美國和俄羅斯剛剛完成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換囚行動涉及24人。 目前仍然有多名美國公民被關押在俄羅斯監獄中, 未來雙方可能繼續進行談判和換囚行動。 據國會三報道, 副總統賀錦麗在工會南嶺工人中缺乏吸引力, 這已成為他贏得密歇根州和賓州等關鍵州的關鍵州最大挑戰之一。 文調顯示,他在工會工人中的支持率明顯落後於拜登2020年的表現。 近期,卡車司機工會和國際消防隊員協會打破十多年的傳統 決定不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反映了賀錦麗和圖龍宮組織之間的脆弱關係。 尤其讓民主黨人擔心的是,賀錦麗在工會成員中的支持率甚至不如希拉里在2016年的表現。 CNN統計的文調數據顯示, 8年前,希拉里在勞工選民中的支持率領先特朗普12個百分點, 而賀錦麗現在只領先特朗普9個百分點。 據票站調查,在2016年選舉日,希拉里最終在工會家庭中的支持率為51%, 而特朗普的支持率為42%。 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最終在密歇根州和賓州落敗。 這兩個州的工會代表了當地超過14%的勞動力, 這兩個州失利加上威斯康辛州,最終讓特朗普入主白宮。 4年後的票站調查顯示,拜登在工會選民中的支持率比希拉里要高得多, 他贏得了56%的工會家庭的支持,而特朗普只有40%, 與希拉里不同的是,拜登贏得了密歇根州和賓州,儘管優勢未弱。 民主黨戰略家和進步派人士稱,有幾個因素導致賀錦麗在工會選民中的支持率相對較低, 其中最大因素是很多工會成員,不像拜登一樣了解賀錦麗。 拜登在參議院任職36年,所代表的特拉華、 州靠近費城、新澤西和紐約等的勞動力中心。 在1988年和2008年競選總統失敗時, 他也有充分機會向工會選民介紹自己。 此外,民主黨戰略家說,工會選民對拜登的偏愛可能歸咎於他的風格和歌聲, 賀錦麗的競選團隊很難通過政策聲明或動員投票集會來解決這些問題。 他們裏邊的一些人還承認,文化相根保守的工會成員不太願意投票給身為女性的賀錦麗, 令她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進步派日活動人士博羅·薩奇坦然, 賀錦麗在工會選民中相對較小的民調領先優勢足以引發人們的擔憂。 兩位總統候選人在密歇根州和賓州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而工會選民在這些搖擺州至關重要。 在星期一上午播出的《優衣特壽》採訪中, 前總統特朗普批評副總統賀錦麗在南部邊境的政策, 並暗示無精移民有壞基因。 特朗普說,當你看到他、賀錦麗提出建議時, 你會發現這些建議太離譜,他自己都沒有頭緒, 允許人們進入開放的邊境,其中1.3萬人是殺人犯。 他告訴捕獸派電台主持人優依特聽, 他們裏面很多人謀殺的人遠遠不止一個, 他們現在快樂地生活在美國, 謀殺我相信這是他們的基因裏面。 我們國家現在有很多壞基因。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發言人萊特迅速回應說, 特朗普所指的殺人犯是殺人犯,不是移民。 特朗普關於無證移民存在暴力傾向的說法, 是他針對移民言論的最新升級。 他在競選活動中一直使用這種言論, 保證如果他贏得總統大選, 會將無證客大規模驅逐出境。 NBC新聞指出, 特朗普所引用的1.3萬名殺人犯逍遭法外這個數字具有誤導性。 移民和海關執法部在9月份告訴國會有1.3萬名被判犯有殺人罪的移民, 未被關押在ICE扣留帖斯中。 3名執法官告訴NBC新聞, 這個數字沒有計入在州和地方監禁機構被扣留的移民。 此外, 美國人在拜登擔任總統前就已越境, 包括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 移民問題是賀錦麗的弱點之一。 紐約時報和錫耶納9月份對全國登記選民進行的文調顯示, 53%的選民更信任特朗普處理移民問題, 高於賀錦麗的42%。 特朗普在討論移民問題時一直使用貶選性的延遲。 他在2016年總統競選中抱怨墨西哥沒有送來最好的人才。 自那時開始, 他的言論越演越烈。 上星期, 特朗普承諾取消臨時保護身份並驅逐俄開俄州斯普林菲爾德的海地移民。 他在最近關於移民問題的表態中多次提及和海地移民相關的陰謀論, 聲稱他們在斯普林菲爾德食寵物。 這些言論導致當地學校收到炸彈威脅。 特朗普長期以來一直癡迷於基因和血統, 早在他進入政界前, 他就經常將優越基因作為成功的原因。 在2020年的一次反移民集會上, 他告訴明尼蘇達州以白人為主的人群聽, 他們擁有良好的基因。 副總統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表示, 儘管所有倡導者認為美國尚未利用他對以色列的影響力, 但華盛頓將繼續施壓以色列和中東其他相關方, 已達成加沙停火協議。 據老偷社報導,在接受CBS新聞節目60分鐘採訪時, 賀錦麗表示, 和以色列的外交工作是一項持續的追求。 根據星期日發布的片段, 賀錦麗在採訪中迴避了, 是否認為以色列總理本阿明內塔利阿胡是真正親密的盟友的問題。 他說, 賀錦麗重申了華盛頓支持以色列自衛權的立場, 特別是針對伊朗和他支持的武裝組織, 例如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黨。 他說, 我們和以色列領導層的外交工作是一種持續的努力, 志在在明確我們的原則, 我們不會停止在對以色列整個地區包括阿拉伯領導人施加壓力的工作。 賀錦麗對以色列戰爭平民傷亡的譴責大多停留在口頭的層面, 政策上並未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倡導者認為, 美國並未通過它絕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禁運來施壓, 而美國國內和全球的反戰抗議者數月來一直在要求這一點, 週末也舉行了相關抗議活動。 由科技億萬富翁大龍馬斯克創立的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正在呼籲公眾簽署一份支持憲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的請願書, 並向那些成功推薦搖擺州選民簽署這項請願書的人提供47元。 馬斯克是他在兩年前收購的X平台上寫說, 你每推薦一個搖擺州選民, 你就會得到47元,輕鬆賺錢。 根據請願書的描述, 他的目標是在搖擺州爭取100萬選民以保證言論自由和攜帶武器的權利。 獎勵措施在今後兩個星期內有效。 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 正在七個關鍵的搖擺州爭取選民支持, 包括賓州、喬治亞、奈華達、阿里桑那、 麥揭根、威斯汗森和北卡。 儘管受批評, 但馬斯克的行為並未違法。 聯邦法律禁止競選團隊以金錢或任何形式的有價報酬來換取選票, 但法律確實允許為請願提供經濟鼓勵。 上週末在賓州巴特勒舉行的一場集會上, 馬斯克強調了這次總統大選的重要性, 他帶著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帽, 宣稱特朗普是唯一能夠在美國保護民主的候選人。 馬斯克說,如果特朗普不能獲勝, 這將會是最後一次選舉。 兩黨的一些政治戰略家都認為 馬斯克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 尤其在亡上的活動, 可能會成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一項資產。 他們將在馬斯克描述為由易觀點的抗音器。 隨著2024年大選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 特朗普和賀錦麗在各大戰場州的支持率都非常接近。 文調顯示, 兩位候選人之間的差距往往在五差範圍內。 根據國會山決策台總部的全國平均民調, 賀錦麗目前在全國領先特朗普3.4%, 他的支持率為49.8%, 特朗普為46.4%。 平均民調顯示, 特朗普在亞利桑那州領先賀錦麗1.2%。 在喬治亞州和北卡國領先賀錦麗0.7%。 另一方面, 賀錦麗在密歇根州領先特朗普0.2%。 在奈華達州領先2%。 在賓州和威斯康辛州的領先優勢分別為0.8%和1.3%。 星期一,美國最高法院拒絕了總統拜登政府要求德克薩斯州醫院執行聯邦指導的請求, 該指導要求醫院在必要時為患者進行墮胎以穩定患者的緊急醫療狀況。 據路透社報導, 法官們駁回了司法部對下級法院裁決的上訴, 該裁決暫停在德州執行這項的指導要求, 德州目前實施了由共和黨支持的幾乎全面禁止墮胎的法律, 兩間墮胎墮胎醫療協會的成員亦受持影響。 拜登政府在2022年7月發佈了這項指導, 目的是在最高法院保守。 太多數月前推翻了1973年全國墮胎合法法理成悲性的裁決羅素偉德案後, 保障墮胎的可用性。 這項指導提醒全國醫療服務提供者, 根據1986年通過的《緊急醫療護理和分免法》, 參與聯邦醫療保險的醫院必須為患者提供緊急醫療護理, 無論患者是否有支付能力。 聯邦醫療保險是針對老年人的政府醫療項目, 違反EMTALA的醫院可能失去聯邦醫療保險的資金支持。 指導明確指出, 根據該法律,如果墮胎是解決醫療緊急情況和穩定患者的別要手段, 即使在禁止墮胎的州,醫生也必須提供墮胎服務, 該指導優先於沒有醫療緊急情況例外或範圍過窄的德州法律。 甘子墮胎除非任人對女性構成死亡風險或導致重大身體功能損傷。 共和黨主導的德州和兩個反墮胎醫療協會, 美國支持新命庫產科醫師協會和和基督教醫學與牙科協會一起起訴 指導拜登政府認為該指導違法,強迫醫療服務者提供執行墮胎。 在佛州準備迎接另一場強颱風米爾頓之際, 數據分析公司CoreLogic日前公布了四級颱風海力雲帶來的損失估計。 數據顯示,海倫預計為受災居民造成高達475億元的經濟損失。 至9月26日登陸以來,海倫在佛州、北卡羅來納州、南卡羅來納州和喬治亞州 引發了大面積毀滅性洪水。 CoreLogic估計,由於很多受災居民未購買洪水保險, 洪水造成的經濟損失估計在200億至300億之間。 此外,未投保的風災損失預計在105億至175億之間, 總體損失總額達到305億至475億元。 至至目前,海倫已經在6個州造成至少232人死亡, 成為過去50年來襲擊美國本土的第二大致命颶風。 與此同時,颶風米爾特正快速迫近佛州, 在不足20小時內從熱帶風暴迅速增強為5級颶風, 預計今個星期二登陸佛州。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傳播內容,感謝收聽和觀看, 同時記得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及TV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和最新消息,我們下次再見。 ,請到位置,請站中文廣播電視及見て, 請關於我們, GCFホル之前的境界, assigning訂閱入口長時, 將曝光閒的成長時, 請讓分享入口長時, 請到個月之中, 請到位置,請向前同時, 請到位置,請到位置! 感谢观看